就像美国有一个叫做菲洛 他是第三党的候选人 应该说是个亿万互人 为什么是他今天这么成功呢 他说他以前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特别慷慨 然后当时美国有很多的牛郎汉 然后每天都是他家里来了许许多多的 而且到后来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然后他们问 为什么是最近有这么多的牛郎汉到我家里来 然后这些牛郎汉他们习惯性的 谁家是坎坷积昂 坎坷布施的话 在他们家的门口上打一个记号 所以后来他说是 因为我们在你们的门口上打了记号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火车站上也好 好多牛郎汉经常来他们要吧 然后当时菲洛觉得是 那这样的话不行 以后可能我们家就成了牛郎汉的基地了 他跟妈妈商量 就是说是 好不好 我们最好把门口的那个记号就是插掉吧 不然的话呢 以后可能牛郎汉越来越多怎么办 然后当时他的母亲非常善良 就是他说不应该这样的 人都是平等的 只不过最 所以暂时他们就没有条件 他们遇到困难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 就是这句话很重要的 后来他一辈子都是用这句话 就是今天他的成功是由他的母亲的这句话印象的 他在人生当中是以这个作为指点 我个人而言也是 确实他母亲的话是有非常甚深的意义 人都是平等的 只不过是他们暂时遇到而已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尽量帮他们 那这句话我想 确实也是有些人 现在可能地位上就是出现问题了 有些人经济上出现问题 尤其是现在这个世代当中 我认识的很多特别富贵的人 那今天就是他的气有多少个亿 多少个亿 那过两天 就是一夜之间的话 就是变成穷管淡了 就是什么都没有 有些穷管淡念饭都吃不及的人 一夜之间就是报复了 就是自己也是得意洋洋 所以人生当中的所有的一些无常的话 就是说实在 也没有什么可得意傲慢 就是有的很快的时间当中 变成这样的 我们在座的人也现在算是成功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 坐脑也很难说 就是变成乞丐也很难说 变成冰刃也很难说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尽量地给予他人 就是给予他人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个不识